2月1日下午印尼政治司法与安全统筹部长 继三号副总统候选人马福特在独立宫 向左科威总统呈交了辞职信 我国政治司法与安全统筹部长 继三号副总统候选人马福特 本周四下午在独立宫会见了左科威总统 并呈交了辞职信 正式决定退出印尼前进内阁 马福特透露他与左科威的会面充满亲情和谐 没有紧张气氛 左科威甚至表示马福特是他执政期间 任期最长的政治司法与安全统筹部长 据了解如果马福特的执准被接受和批准 那么左科威将发布总统指令 正式解除马福特的政治司法安全统筹部长职务 正式解除马福特的执政筹部长 按摩